你才十七岁 竟然已经是脱胎镜中期 当真令我惊讶 不过 你若是以为拥有脱胎镜中期的修为 便能在我口红雨面前尝阔 我以为也太过无耻 就连你父亲脱胎镜后期的修为 在本座面前也走不过三十招 而你 本座出手 最多三招便能击败你 红雨淑 我饶不了他 我一定要让他后悔 生在这个世界上 好 叶峰 给我受死 申御掌 我踏入脱胎镜至今已经二十年有余 以后此次就算绞心修炼之脱胎镜 赢灯也没有修炼多长时间才对 他的内心怎会如此之强 他这一剑虽不高明 但能有如此威力 定然是内心强大的缘故 而内心强大必与功法细细相关 我如今是脱胎镜巅峰的修为 修炼了金元公已是凡宿武道中的顶尖功法 若说内心强过我的功法那只有一种可当 他修炼的是超凡功法 修炼的是什么功法 你不需要知道 精锋十三剑 谁又此力 脱胎镜巅峰 竟然被个老头习 life逼得如此狼狈 这小子的故事是什么 砸假不理由骇 乾癫呲招骰致命 在这不已 灭风 此事就此作罢 让我带着寇宇离开 如何 明日园林矿漫一旦泄露 思库两家 必会在聂家族会上大点杀进 续席整个聂家 这个争端的根本原因 从来都不是个人恩怨 今天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他离开 烈风 你是个聪明人 应当明白其中的厉害 既然来了 那就休想离开吧 可恶 气功万签 烈风势 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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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进离远 金风一剑 大 大 你竟敢伤我 伤你就如何 口家不会放过你 也不会放过孽家 好 我等着 不要 求求你 我不想死 我还不想死啊 我是口家的直心少爷 我曾爷爷是超犯强者 我不能死 我对你说过别再来清河湾 可惜你听不懂人话 我记住了 这次我真的记住了 我再也不敢来清河湾了 是吗 不妨是 这辈子都不会再来了 放我一条生路吧 我已经废了他们一身修为 将他们砍压起来 是 真是不要高兴的太早 如今我们已经和寇家结下大仇 他们绝不会善罢甘休 我们得赶紧离开清河湾 去海外避难 先争取躲过寇家的追杀 还有私家的 还有私家的 恐怕他们私寇两家 会联手对付我们 我们先暂且夺起来 等聂峰成为超凡强者 有了和寇家对抗的资本 再回清河湾 此言有理 我们聂家在清河湾 码头有大量船只 只要逃出海外 寇家想找到我们也并非一事 支持着聂家的基业 大家不必惊慌 聂家无需出海避难 一切由我寇家不足为虑